路晨看了看四周 对左倾汉说道 汉儿 你们先休息一会儿 我问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顺便找一些能够掩饰身份的东西 眼开三人为了我们已经死了 不能被人知道我们还活着 否则就浪费了他们的苦心了 哥哥 那你小心一点 我们在那边等你 左倾汉随手指了指不远处的一个山奥 说道 看着脏乱的衣袍 路晨干脆直接把下摆撕碎 自制了一块头巾 包在了脸上 小心翼翼的走出了树林 没办法 欲瓦被夺 自己的所有宝物天才地宝都没有了 连时常准备的各种衣物都扔在了雨云山 路晨连支乾坤袋也没有 金修的身上倒是有乾坤袋 但没有低血韧主 路晨也用不了 无奈之下 只能截然一身地独自前往了 他把气息压得很低 几乎就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大罗金仙 虽然已经适应了以黑煞星火融合的法体为尊 但也没有释放出过多的火气 走出树林 远远望去 路晨从东南方向看到了几处冒着浓浓黑烟的火火山群 铺天盖地的灰尘在天空中飘荡 正是火山那边被风吹来的火山灰 像是仙州 看样子应该是晴日宗的地盘 感受着得天独厚的天地火源 路晨猜了个八九不离十 也不知道在虚无世界待了多久 会不会过了千百年呢 千万不要啊 路晨咬了咬牙 毕竟虚无世界当中没有日月之分 也无岁月留痕 如果穿梭了虚无世界 造成外界过了千百年 让某些仇人地级高手飞升神界 恐怕自己连报仇的人都找不到 到时候可就欲哭无泪了 没走多久 一鼓鼓干燥的火云映入眼帘 散出神念清晰的观察一番 那是一些修火灵跟修士才有的气息 估量一下 人数还真不少 成千上万都不止 路晨眉头微微皱起 正打算加快脚步靠前看看 突然两个修士从林子另一端飞过 站在了紧靠在路晨前方不远处的山腰上 停了下来 正准备过去问问路 便听到两人交谈了起来 霍地秘境的田地火源果然浓厚啊 其中一个身穿红袍的修士发出了一声感叹 这次我一定要修炼到大罗金仙再回去 红袍修士身上的标志乃是墓地一脉特有的柳枝文秀 想必是上青宫的弟子 另外一人也是一样 不过他穿了一件朴素的青色长袍 相对来说 这人的年龄看上去不大 比红袍修士要小上许多 连带着他看向红袍修士的眼神 都是微微诺诺的 路晨一下子就分出了两人的地位 师兄啊 你不是答应给我讲讲当初在水地秘境的事吗 你真的参加过围剿沙摩路晨吗 路晨脚步一顿 离着老远看着那红袍修士 眼中闪过杀机 只听那红袍修士说道 当然了 我还能骗人不成啊 三年前那一仗啊 你是没有看到啊 仙周九土的数十地级高手几乎都到了 沙摩路晨 别看实力不怎么样 竟然有三个地级人物的部署 当时那场面 数十地级高手围困沙摩 他都吓得尿裤子了 真是痛快啊 知道吗 这就是得罪我们仙周的下场 红袍修士眉飞色舞的说着 似乎他就是把路晨吓到尿裤子的那个人 轻袍修士听得也是情绪高昂 追问道 后来呢 我听说三个地级高手自损真元 帮助他逃走了 红袍修士撇了撇嘴 说 打开虚无事件而已 就是为了活一命 你看沙摩路晨很聪明 其实他笨得很 你知道什么是虚无事件吗 轻袍修士挠了挠头 红袍修士得意道 给你长长见识 告诉你 虚无事件可是无法修炼的地方 而且进入里面之后 没有地级的境界 休想出的来 那 路晨岂不是永远无法修炼到 可以从虚无事件中出现的地步了吗 轻袍修士吃惊不已的问道 没错 所以我说他笨 进入虚无事件 还不如死了的好呢 红袍修士戏谑不已的说道 从头听到尾 路晨几乎把要打听的事都听到了耳朵里 冷笑的功夫 他朝着两人走去 看到有人走过来 红袍修士起初并没有在意 毕竟眼下的五地楼虽然是对外开放 不收任何的费用任凭修士修炼 但不同于三年前 五地楼的开放只针对上清 烟水晴日空盾 钢天仙周五宗 若想进去修炼 必须出示五宗的令牌方可 事已在清军五地自打三年前同时出现之后 五宗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和平时期 平日里五宗的纷争出现的很少 出手偷袭杀人的事就更加少得可怜了 红袍修士一阵自吹自擂 根本无法想到自己口中那最不济的煞魔 已经逃出了虚无世界 并且正向着他们走来 看到陆臣一身脏乱的样子 原本不打算过问的红袍修士 微微皱了皱眉头 见陆臣所穿的袍服不属于任何一宗一脉 难免心生怀疑伸手一拦 问道 哎 阁下和人啊 速速包上名来 若非五宗弟子 请速速离去 低垂着头 陆臣的嘴角勾起戏谑的意味 他懒得跟此人废话 一枪恨意证 无处发泄间 徒步而上 举手一掌急速拍去 砰的一声 红袍修士的头颅被陆臣一掌震碎 青袍修士吓得脸如土灰 一屁股坐在地上 不断的后退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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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杀人 陆臣抬起头 勾勒的嘴角一成不变 冷酷无情的 算你倒霉 下辈子脱生 希望你别进上青宫 砰 举手振臂二人 陆臣望着那浓浓黑烟 争起之处 难难道 九州珠门 你们稍等 有朝一日 尔等皆是我长下亡魂 连杀了两名上青弟子 陆臣将两人的乾坤袋和衣物尽数拨去 收了起来 随后拖到一个没人的地方 用煞火烧的不留痕迹 也不需要再过问 转而回到了树林中与左青汉约好的地方 金修还没有行转 吴天月已经用他的本领 在地底挖了一处洞穴 把金修安置好 左青汉也随同住了进去 洞穴十分隐蔽 只要不是太过强大的高手 一般无法发现吴天月部下的粗糙劲制 把外面的情况跟左青汉说了一番 陆臣问道 汉儿 我打算进火云山 火地蜜镜休醒 恢复煞火 你跟我去吗 左青汉知道陆臣心里凄苦 微笑着摇了摇头道 不了 哥哥 你大可以用心修炼 汉儿就在这儿等你 陆臣叹了口气 说 你的生命原力大大的消耗 最好找一些天才地宝来恢复一下 不然很容易留下恶疾 饶是修真者 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有丝毫的不小心 也会给身体留下难以磨灭的创伤 诚如两人这般 耗损生命原力 最是难以恢复 没有上好的天才地宝 也许过了千年 也不见得能够有所好转 对于左青汉目前的情况 陆臣并不乐观 左青汉给了陆臣一个放心的眼神 说道 哥哥 你多虑了 天月上市恢复了 要找天才地宝并不困难 到时候 我会让他带着我去找的 陆臣点了点头 伸手 摸了摸胸口 苦涩一笑 他还当玉瓦在身 准备拿出洞天福地图 寻找一处密地给三人养伤 可是这一摸 又想起 玉瓦早就不在了 回忆了一下 陆臣辨别了方位 说道 此地西南约两百里处 有一处幽谷 乃是洞天福地 那里可能被静老布下了煞阵 你们可以去看看 静老选的洞天福地 不仅可以修炼煞绝 也许会有可以恢复生命原力的天才地宝 左青汉 怨然不想离开陆臣 可是他明白 陆臣身上背负的东西太多了 自己不能变成他的枷锁 一念至此 左青汉反而坚强起来 说道 哥哥 你放心修炼 但你出关的时候 可以来这里找汉儿 到那时 汉儿陪你一同去复仇 陆臣闻言 目光骤然一冷道 没错 清军五帝 五大魔帝 四大妖帝 这一切的一切 终究要有个了断 让他们等着吧 等我们回归 左青汉点了点头 陆臣俯身 在左青汉的额头上 温存的一灼 随后起身 离开了洞穴 续日高悬 暖洋洋的日光 根本无法驱散陆臣的心中的冷意 与杀鸡 望着那硝烟浓火沸腾的火云山 陆臣深吸了口气 强制将心底的杀念压制了下去 火地秘境 火云山外 喧闹的人还把火云秘境 变成了露天的方式交易所 吵杂的人声顶沸异常 随处可见铺着布摊 摆着法宝灵符出售的摊位 陆臣在人潮中低头 慢慢行走 找了个偏僻的地方 买了个在他看来差不多 不能再差的面具法宝 戴在了脸上 随后 掏出刚刚认主的上清宫 弟子令牌 朝着秘境入口 朝着秘境入口走去 站住 出示令牌 走到秘境入口 陆臣被两个把手火地秘境入口的修士拦了下来 陆臣叫上令牌 那人看了一眼 问道 上清宫 报上你的姓名 师承何人 马桥 师承闻山 陆臣杀那红袍修士的时候 一掌震出 先行使用的便是魔技搜魂 将两名上清修士的底线早就打探清楚了 嗯 那守卫修士取出朱笔登记造册 这是三年后五地楼的习惯 以免有人冒充 把令牌交给陆臣 那守卫修士问道 第一次来 是 师兄 陆臣没有抬头 其实他抬头也没人会在意他戴着面具 天底下不愿意表露自己样貌的人多了去了 嗯 进入秘境 中间的火云山便是真仙的修炼宝地 右边的是大罗金仙 两山之后才是玄仙 你的实力不济 不要乱闯 要是发觉有所不适 可以出秘境修养几日再进来 我云山 中年火气缭绕 天地元气固然浓厚 可长久待下去 对修士也是有所损伤的 修士出于好心 再加上他的职责 出言叮嘱了一番 陆臣伪装成马桥 自然要表现出 不及大罗金仙的真仙修为 轻轻地点了下头 到了声线 陆臣举步行见秘境 悬门微颤之后 陆臣来到了火云山群 一席中 陆臣看见来往的修士 在山间徘徊 时而有人在山口中跳下 进入岩浆之池中修炼 热闹非凡 他也不作声 到了里面 见没有人注意到自己 绕了一个圈子 直奔最后一座火山行去 到了火山口 玄仙修为 比起前面三座火山 相对少了很多 陆臣站在火山口处 看到一条蜿蜒直通到下方的通道 火山口的内壁悬崖上 有着大大小小的石窟 被一个个修士占据 盘膝打坐 吐呼纳心 静心修炼着 这些都是为了修士 专门打造的修炼石窟 火山中的天地元气 也分几个等级 比如 在火山内壁的石窟上 日夜受着岩浆的热力炙烤 便可以吸收大量的天地元气 但是这种方法 远远比不上 跳下岩浆里来的痛快 只是一般人 没有这个胆量 毕竟在火山内部 天地元气最为浓郁的地方 也是最危险的地方 可是 陆臣却不怕 万载修行以来 他对危险的地方 有着潜意识的洞察力 只要不危及到生命 一切都能接受 哲驰取了煞元和玄光镜 明显另有图谋 陆臣虽然没说 但是 心里早就开始担心 静老的安危了 尤其是燕开说过 煞盗的敌人不在仙界后 陆臣更加觉得 神界要发生大事 所以他没有时间可以去浪费 嗖的一下 扑通一声 想都不想 陆臣纵身跳入岩江当中 顿时 火云山内部无数悬仙高手 睁开了双眼 谁啊 这么大的胆子 不要命了 好像是上清宫的弟子吧 人家愿意干什么 咱管得着嘛 就算被火魂烧到 也是他自己的事 在岩江中修炼 万一不小心 很容易落个伤疾 有伤疾在身 对修为影响极大 哼 不自量力 晴日火魂的火源 岂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 收尾响起的淡淡的讥讽之声 韵着一丝丝极度的味道 可是陆臣却是听不到了 就算能听到 他也不会理会 跳进岩江中的他 感受着周围 搏杂的天地火源 燃遍全身 马上祭出 掏火圣本中的基础先诀来 火器先刚骤然撑起 将身上的火苗扑灭 随后 陆臣贴着岩江下层边缘的岩壁 慢慢游走 找到一处无人的地方 方才停了下来 不由分说 隔绝气息的静置 迅速布下 没管不远处几个修为高深的 高手的异样目光 自顾自的打坐调息起来 这种可以提供 玄仙修炼的火山谷 共有三处 并且岩江中的火源浓郁的害人 过而不会有人用元神 轻易观察别人 这种做法 一为不敬 二者 则是让施法之人 引以为耻 至于 陆臣并不担心 会有人发现自己的先觉 出自煞道